你可以说他不是T0,但是绝对不可以说他弱。 你可以不屑于玩这对,但他的实力有目共睹,并始终对你不离不弃。 他是在一二赛季帮玩家渡过难关的功臣,而又在三四赛季逐渐被玩家抛弃,并最终在PTA赛季以全新姿态,王者归来的袁绍群工。 有句话说得很好,你虽对我爱搭不理,我却对你生死相依,群工阵容战法用料简单,回报大,适合平民玩家使用, 将袁绍和朱骏重做,并设计新的群工阵容。 我想,这也许是三战策划做过的最浪漫的一件事了。 阿婆主在此之前曾分析过前两赛季平民必备的普通袁绍群工阵容。 今天爆棚选手就继续带领大家去探索一下如何在PK赛季,玩好新版本的群工队伍,细细品味一下群工的浪漫。 视频开始之前,爆棚希望兄弟能给视频点一个赞。 如果你有配将买号方面的疑问,欢迎评论或者私聊免费解答。 首先进行队伍思路分析。 群工群工,顾名思义。 阵容里三个武将肯定都是群阵营的,分别是缴械者SP袁绍,八匹者SP朱骏,以及治愈之子举兽。 那这三个武将是如何摩擦出火花的呢?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整个队伍的核心武将治愈之子举兽。 为啥我称呼他为治愈之子? 朱骏且看举兽的自带战法监筒镇军。 这个战法大致的作用就类似红牛。 在我方武将造成负面状态的时候,有几率延长一回合。 那有些小伙伴就要问了,哪些状态属于负面状态? 一般来说,震慑、祭穹、缴械、虚弱、中毒、夺魂破阵造成的降低属性、 八门造成的降低输出等等都可算作负面状态。 众所周知震慑、虚弱。 祭穹是这个游戏中最强的几种状态。 而举兽这个武将能够将除了混乱尾报之外的这些负面状态延长一回合, 极大的提升了队伍的控制能力。 这也确定了如何给以举兽为核心的群攻配置战法。 我们遵循的原理就是队伍携带多种负面和控制战法, 以配合举兽打出无穷无尽的控制效果。 举兽推荐全智力加点、兵书点齐正相声、直瑞文涛。 战场实测表明举兽自戴战法的平均每次能造成700以上伤害。 因此,让举兽戴齐正系列兵书收益是相当高的。 这里有个知识点,很多小伙伴不知道。 举兽的队友在对我方武将造成负面状态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延长一回合。 比如,越境自戴战法在虚弱自身时, 以及腐疾军民在造成伤害降低时, 效果都有可能被举兽延长。 可以看出,治愈之子的治愈效果是不分敌我的。 小伙伴在使用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了。 接下来谈一下八匹者朱俊。 顾名思义,八匹者。 只要你和我在同一张战报里, 那我就不会让你完整地回去。 看一下色批朱俊自戴指挥战法为势必权。 在第二回合,使敌军进入叛逃状态。 若在敌军处于溃逃或叛逃状态的时候, 降低敌人39%以上的谋略伤害。 白板满疾朱俊实际能造成68%左右的谋伤降低, 效果非常可观。 这里的叛逃状态是无视敌方防御的。 任凭你统帅拉满, 我仍然能稳定造成伤害。 降低谋略, 正好能够克制战场上热门的无枪和鼠弓等主流法师队。 朱俊加点方面主要选择智力。 但最好让朱俊速度快过主流队伍的法师, 兵术方面选择以致激乱, 将威神机, 加一些速度和神机兵术的目的, 都是是为了博弈守燕珠风飞的先手震舍。 最后来看一下缴械者SP袁绍。 自带主战法拥有缴械敌人的能力, 能够做到多回合的缴械敌方武将。 论缴械能力, 就算圣气灵敌来了, 也要逊色三分, 加上治愈之子的治愈效果。 缴械回合数还能增加, 尤其针对靠谱弓为生的虎城和爆头旗等队伍。 在缴械的同时, 袁绍的伤害也非常稳定。 正常情况下, 白板色批袁绍每场战斗能造成3000以上伤害。 为了和举兽战法产生联动, 一般让袁绍携带控制战法, 也为了先手缴械或者技穷敌方武将。 袁绍加点方面, 推荐速度快过战场上虎城的甘宁, 太史词。 如果速度不够快, 还需用装备补充速度。 兵书方面, 推荐带以致激乱, 妙算以及鬼谋或占卜。 以致激乱在群攻阵容收益非常高, 基本全程都能享受12%的伤害加成。 群攻的三个武将都已经分析完了, 可以看出, 群攻整体上是一个片中前期的队伍, 基本在前四回合就能够打出自己80%以上的战法伤害了, 队伍的核心毫无疑问是举兽, 因此, 整个队伍战法配置思路就是围绕举兽而来的。 尽可能地使用控制战法,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群攻战法搭配。 袁绍可以带纵兵加威谋或者洛凤, 朱骏无荡加燕竹或者焚银, 举兽八门加作手孤城, 刚刚也说过群攻属于中前期队伍, 队伍对续航的需求并不是那么大, 所以这里治疗战法也不是特别需要, 阴城自首或作手孤城, 可以换成克敌制胜或者错锐。 群攻本来是十分惧怕无奇这种快攻队伍的, 遇到无奇等队伍容易被爆头, 用错锐和八门有一定几率废掉孙上香, 从而提高了对抗这种快攻队的能力, 同时有些玩家因为共存了鼠弓, 给不了八门金锁镇, 阿婆主觉得可以让举兽带白马错锐共存, 与此同时让八皮朱骏多携带一个输出战法, 这种战法经过测试是略微比八门无荡效果差一点, 但勉强差强人意, 仍不是为共存的一种选择, 接下来是战报分享时间, 所有战报来自第十赛季真实战场, 为了反映这对真实的水准, 打赢得战报会发出来, 输得也不会藏着掖着, 分析过战报可以看出, 群攻对战老牌强对无枪还是比较强的, 缴械限制了陆迅的当风输出, 朱骏限制了风使的爆发, 通常能以低损吃掉无枪, 对战鼠攻方面要看江维的发挥, 遇到江维前两回合释放夺魂的情况就不好打, 在对战虎尘方面, 要因为缴械的限制大部分情况下能够打赢, 但是遇到甘宁爆发的情况下, 战损会非常高, 甚至战败, 同时遇到满红虎尘, 袁绍的速度首回合, 拼不过神机太史词, 也容易产生比较大的战损, 陶渊盾和司马盾比较容易克制这队, 遇到了战败率比较高, 在战场上要尽量避开, 遇到孙权为核心的队伍也比较容易战胜, 毕竟缴械是非常克制孙权的, 总体来看, 色批袁绍群攻是一对性价比非常高的队伍, 如果你有幸抽到了群攻阵容所需的武将, 阿波主非常推荐你玩一下试试, 尽管战法低配, 仍然能给你带来惊喜, 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